字幕視頻 玩奪旗 玩奪旗 今天十九個星期三已經正式宣佈復科 因為山竹催眨完之後交通都復復正常 但是學校都已經差不多十分好 所以復課 無端端多了旅遊假期都是說很輕鬆 不過給大家看回來要測驗 因為這個風這個是山竹 強颱風山竹是一個很厲害的風 令到香港在星期日九月十六日經常下雨 這個風真的太厲害 還有我做了很多林樹 我在河邊也看到幾棵林樹 特別就是杏花村也是一片徒敗牙 杏花村曾經經歷過停水停電 那個浜房衝爛了 然後又一個個洞呢 還有將軍路的海濱場 或者是近看城的位置 那個位置我是有六月幾好像有過拍照 就是我拍片三年正的那個時候 我去到那個地方 它的樣子跟吹炸完之後是完全不同 吹炸完之後是一片徒迴敗牙 一片淋樹很多巨石 是真的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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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九月十九號 在去年的九月十九號 是中三的時候 這個海洋垃圾 即是將GPS拔落在這裏 然後做個結論 那多時候我們跟B班那些人就在一起 那但是 不用說其實我們那時候都知道了 我們那個GPS 是由我一直是由我們那個GPS放在坑渠 起碼不夠兩天 那個GPS是已經完全沒有動過 是卡在那個位置是 不如是動都不動 所以告訴你 是他 成年片裏面 是全港有很多GPS 都飄了很遠 不過我們一看到在天水圍南部 即是我們中學那個位置 看到我們的GPS在哪裡 我們同組的朋友都看到 哇!在那裏我們GPS都沒有一個 真的沒有動過GPS 即是仍然都是那個位置 基本上想卡在那裏 基本上卡在那裏 不會再跪 他們都不會再跪 因為我估計我現在 如果不清理那個渠道 那個GPS成年都是下面 應該是 那裏我們在三尾班 即是我們中三個房間 很懷念 還記得MISS畫了一個 可綿寶寶寶說人文的公仔 那就是回到三尾這個課室 在開個網頁的時候 突然有人跟我說 我的名字在外面 是我Youtube名字在外面 即是你也知道 我的Youtube名字是高級指揮官 他會看到我的名字在網頁的上面 在那個交叉 即是你離開交叉 網頁的旁邊 有一個很小的名字 那個字在外面 為什麼會有一個名字在上面 如果我回想起來 我就很記得為什麼會有一個名字在上面 就是我記得 首先都是在一月幾的時候 在去年一月幾 有一次就 就原意我 把那個 PowerPoint 過到我的Google那裡 然後放回出來 真的 所以 到現在為止 每年的三尾 我都會看到我的名字出現 所以即使我想山場 因為我都不是那幫學生 我現在已經 已經回到FORM V了 就是我的名字 給了兩年的學生看 怎麼看 由我那次讀中四 到現在都已經給了很多人看 但是每個人都知道為何有一個名字在上面 我都知道 那天 在拍攝 我都已經給了很多人看 我就是 買來的 因為我都不用看 我都去看 你會去看 我都沒有看 我都沒有看 你會去看 我都沒有看 那天 要是 你會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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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知道怎樣做 他說要查資料之後 然後要自己回想韓國發生什麼事 但我不懂得想有些人亂作 包括你還記得 在去年8月幾 香港五天之後的數量和我吹集 包括超級人台風天鴿 和強烈熱帶風暴拍卡吹集 你也記得當時發出過10號的信號 那我就來作的 這兩個風暴吹集完之後 學校一邊徹回拜雅 很多的物件都被人吹到地上 連窗框的玻璃吹爛了 盆栽塌了 很多塌子在學校裏面 連學校的結構也有些損位 我是這樣寫的 我告訴你這些你們都忘記了 難怪都沒有胡亂過去 你只會相信未來 我現在做地理功課 我還沒買這個大寶 在學生會失賣 但是不知道在看廣告班 我也有 我的縱容當然是中四了一半 不要跟我說彈回 給我說做得不好 雖然告訴你 我三月幾就彈回那一次 說我AX寫得很少 但是這次真的很少 你叫我做DBQ 六分都起碼寫得很多 但不要跟我說彈回我 第一件事就是不想測地理 因為都已經知道了 我們B班 即是中間屬性測驗 所以只是化學測驗 留在星期三 九月二十日 即是星期三 九月二十日 九月二十四日 即星期一 放半天 中秋節 因為拍照 她說要修正一下頭髮 但我告訴你 我的頭髮已經剪過了 又剪了 如果你說 頭髮不是規格不剪的話 我應該沒什麼苦力 因為如果 你拍班照 其中一個人不拍我 那就不叫班照 你只是叫她 抬高一點頭髮 我希望不要唱得那麼快 但我告訴你 三個真心畫 真的對我真心畫 我的fair寫給我 最後一點就是 槍馬很厲害 但我告訴你 所謂春花很厲害 基本上 就並不代表 我是無心向悟 有時候背不熟 都會 你永遠都會 找些東西出來 我都見到 有很多人 就在櫃掌握手機 找到那些封貨本 出來抄 那我就想到 這個策略 可以不用做到 這麼誇張 要 要細個本書 即是你要抄在那張紙上 自己帶件外套回來 然後遮住它 趁它往另一邊 然後馬上拿出來 不知道這個策略是否 因為我好像試過一次 但是在那邊拿回來 然後炸掉自己 很冷的 然後穿到它 然後靜靜地插出來 就要看一下 看看 這個狀態最好 是很合理的 但比起別人 就說 你經常出貓 是不是真的無心 基本上是 NO 因為 並不可以無心去學 無心去學 無心去學的意思是 斜獨 意思是 不聽老師講解 所以 我昨天 就看學校裡面怎樣 我只在外面看 那 在起床的時候 有個朋友問我 到底 學校怎樣 因為 只有我去學校 他問我學校 有沒有爆玻璃 但基本上 爆玻璃和停貨 是沒有關係的 是完全 扯不上關係 基本上 爆玻璃 和你開學是否有關係 難道爆玻璃 你踩了之後 會刺傷你的腳 有這個可能 所以基本上 爆玻璃和停貨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停貨的意思是指 道路不安全的意思 有想法阻礙你走到那些